苗家画听不懂苗家画,这是真的吗? 大家好,我是苗家朝哥 有很多人认为,在我们贵州,苗画都是一样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都知道,贵州一共有17个民族 分别为苗族、布衣族、洞族、土家族 还有蛇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穆老族、羌族 其中分布有苗族的地方有贵州、湖南、渝南、湖北、海南、广西等地 苗族是一个发言于中国的国际性的民族 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 苗族人口为8940116人 因此经过时间的推移 各个省市县的苗族因为往来社交少 加上那年代交通不变 所以致使语言的差异无法交流 我们不说其他什么 就我们相邻几公里地的说话的调都是不太一样 若是相互交流时 话只要稍微快了点 就会使对方难以听懂 除了语言有趣比外 还有各种穿式打扮都有所不同 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吧 比如这种 这种 这种 还有这种 再看看这种 所以说 每个地方的苗族都是多种多样 各有各的独特色彩和风格 不过有网友就问了 你们苗族哪个地方的语言好学 这个问题不好说 首先要知道 要想学好苗语 就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地方环境有关 如果你处在的地方和苗族相近 那么都和当地苗族交流打交道 甚至可以交几个苗族朋友 这样你每天都说多学 前一幕话中 你都会深受苗语的影响 久而久之 自己就会自然开考书出来了 那时候就算讲不好 至少他们说什么 你都可以听得懂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继续到这了 如果对我要回评论 欢迎在我的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